今天2月29日 奇緣九七每日策略題目是 準備今天的A股紅盤 預期中的升幅出現 升395點 收16,339點 成交開始增至706億 廣股視乎在準備今天的A股紅盤 沒有預料到的 地產股急升有些誇張 而771負力1918融創3383雅居樂 這三個內房的升幅都是超10% 不知是否今天就會有利內房的消息 內地的負面消息滿天 但其實看看內地的消費 而不只在信報中提及的9961 股價在創甚高 目前A股和廣股表面看 都應該是股值過低的反彈 但開始增有牛市的現象不明顯 不能太樂觀 本週六有策略堂 不只會提出較具體的期權策略 若有要討論的問題 請提出以便準備